蘇美大佛 我現在來到蘇美大佛 因為剛好從那個機場過來開車大概9分鐘 所以我選擇第一個景點就是先到蘇美大佛 那進來泰國的任何寺廟跟佛有關的寺廟 你的衣服記得要長一點 最好也要扣上一個釦子 因為就是表示尊重當地的宗教佛教文化 那我們現在去裡面看吧 很大吧 大佛很大一尊 然後走上去呢 我記得我之前就有來過了 走上去它的周圍就是可以看到那個有海 所以上面的風景很漂亮 是蠻值得走上去的 走吧 超美的啦 很多人都會在這個大佛的背景這樣拍一張 我也看一張 現在我正在脫鞋子 因為這邊寫那個 Don't take off your shoes 就是說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那個地板很燙 你必須要穿鞋子上去 那現在就是煙啦 煙煙 就是改煙 天氣涼了 就可以踩上去囉 看我多靈活 一個胖子 然後上來就是 這邊整個都是海 然後四周 然後你就可以 沿著四周走 然後那個 很大 很壯觀 現在 夕陽 有點刺眼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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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繞在大佛的四周圍 都有幾尊神佛在這裡 喔 我知道這一尊佛 好像是新奇佛 這一尊佛是禮拜六出生的佛 因為我也是禮拜六出生的 所以我知道 他是禮拜六出生的佛 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出生是禮拜幾 是什麼神的話自己在上網查囉 上網網路上有很多資訊 好啦就先這樣子了 那我去拍一下美美的 媽多糟 自己講得有點心虛 好啦 現在 要去那個 就是在樹莓島非常 知名的一個景點 叫做阿公食阿嬤食 那這個經典就是說 他長的就是 男生的生殖器官跟女生的生殖器官 那男生的生殖器官 生殖器官就叫阿公食 那女生的生殖器官就叫阿嬤食 所以現在要去看 然後看完的話我預計我希望可以感得到西邊的夕陽 我想要拍一下夕陽 因為蘇美島夕陽真的很漂亮 那現在正在趕路中 因為不曉得為什麼車子變多了這一回 我太多年前來過這裡 然後跟現在再來這一次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車子也變多了 所以希望待會我們一切路上都順利囉 我們去看到阿公阿嬤世道 到了 賤達賤者 賤達就是阿公賤達就是阿嬤 所以現在往前去 看在那裡 已經到了那個阿公食阿嬤食 那個就是阿公石 就是長得很像那個東西 就是阿公的那個東西 就是在那邊 然後阿嬤石就是在那邊 那邊一堆人坐在那邊排排坐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去看一下吧 找到了 這一個就是阿嬤石 就是兩個縫合在一起 就有點像女性生殖器官啦 對啦 我們用很健康的角度來看就好了 不要太帶油色的眼光 如果要帶油色的眼光 那每一顆石頭都是阿公了 這是一個景點啦 所以還滿多人來這邊拍照的 對 你看好多人坐在上面 石頭上面 還不錯 我覺得 可是來這裡要小心一點啦 就是你可能會 因為為了要拍照的話 會不小心墜海 所以還是要小心一點喔 那我們去看那個阿公 走 我現在在那個阿公時阿嬤時附近的一個餐廳 就是出來之後的大馬路大概往左邊走 三到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了一個餐廳 叫做Sapen Lei Sapen就是指食物 Lay 就是他Lay 的那個Lay 就是海鮮 所以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海鮮食物的一個餐廳 那它這邊也有賣一些那個 生鮮 就是活的那個海鮮 你如果要自己吃可以點 那不過今天我們沒有點那個 生鮮的活 那個海鮮 我就點了一些 簡單的泰式的菜 先來填飽肚子一下 因為畢竟今天 跑了一下 等了一下飛機 然後坐點飛機 今天感覺還蠻累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好啦 就先這樣子吧 那看我今天待會吃什麼吧 再跟大家分享喔 要不要先說晚安呢 先說晚安好了 拉比三碗湯 沒有啦先吃再說 等吃我來 我現在吃這個 耶 這個是酸酸辣辣 這個是芒果絲 嗯 老婆斷就只好怎麼吃下去了 好好吃喔 這個再來食堂我都吃了一下 好吃 這個 糖醋海鮮 因為想說要來個下飯的 點糖醋醇沒錯 魚 好好吃喔 這樣子 兩百多兩百多兩百多 的價位啊 然後這個 西石泰鮪的價位 OK啦 尚可 如果在蘇美島這個 嗯這個地方觀光地區的話 這個價錢我還可以接受 重點是還蠻好吃的 好啦去吃了 兒子 他人真的壹心 坐在家裡 還沒吃飯 我會吃吧 我會吃吧 說 李 李 李 by bwd6